昨天我才刚刚拍了一条影片 就是关于雕树 今天因为十几个小时之前 又有些很重大的消息宣布出来 大家都知道 最近也有很多不好的消息 大家看到我 好像每次都说一些不太好的消息 真是不好意思 不过因为这次 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好消息 必须第一时间跟大家解释一下 Fizzer药厂刚刚宣布了 第三期新冠状病毒植苗研究的中期报告 它就说疫苗90%有效 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安全问题 有些人就会说 又是药厂出这些statement 想推高股价而已 这次就不同了 这次它就有一个独立的监管委员会 就看过这些data 才去公布这个报告的 可信度相当高 那我们就立刻看一看 这个Fizzer的研究 一些详细的内容 这一种是一个mRNA疫苗 从来在人类历史上 从来在人类历史上 都没有一个成功的mRNA疫苗上市应用 这种应该都怕是第一种 这种疫苗需要打两剂 即是打一剂再打一个加强剂 在这个研究里面 就牵涉到有43,538人 相当之多 里面有42% 差不多一半 就是不同背景的人士 即是不同种族的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这种药在巴西人有用 但在尼泊尔人没有用 那就不行了 即是在不同国家做 包括不同种族的人士 都有效 那就没有这种担心 还有研究一定非常重要 它是一个Placebo Control Trial 即是有对照组 一组打了针 一组接受安慰剂 比较两组感染的程度 最终出来的结果 就在4万多人里面 有94个人 是感染了COVID-19的 药厂数据比较 就是它这种针 90%有效 这样的话 就应该代表 大部分的受到感染 即是这90多个 最终都被COVID-19感染了的人 应该在Placebo那组 即是接受安慰剂那组 大部分有接受疫苗的人 应该都可以避免受感染 这个研究都是继续进行的 暂定到11月的第三个星期 当确诊人数达到164个 再多一些安全方面的Data 足够的话 药厂就会立刻 就向这个美国FDA 申请一个紧急授权 去生产应用 药厂打算在2021年 就生产十几亿剂的疫苗 去供全球去使用 以疫苗来说 90%有效是非常之好 一般大家都知道 流感疫苗都是50-80%左右 况且以一个完全新的方法 去生产一种疫苗 有达到这样的效率 是一个相当大的成就 这个结果可以在10个月之内做得到 真是以前所未有的 因为以往疫苗可能要做到这个阶段 也在说要用多少年的时间 那么科学的进步 今天就真的可以帮到我们 mRNA疫苗这种东西有好处 它可以很短时间 可以大量生产 但是也有不好处 它的不好处 暂时我们知道 它在运送过程里面 储存过程里面 它需要一个非常低温的环境 要到-18度 这个在先进国家就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 是一个相当大的阻滞 再者 我们也不太清楚 这个新疫苗的保护效果有多长 这个就需要长一些时间 研究我们才知道这方面的资料 这个当然是一个好的消息 但是大家要知道 有药物对付一个病 只是我们解决这个病的第一步 这个药物要大部分人都能够得到 大部分的人都能够负担得起 以及大家都接受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大家都看到 早晚在韩国这个流感疫苗 流感疫苗已经是一些很久的事情 一个小小的消息 都可以令到这么多人打 大家就会了解到 他真的要对付全球的疫症爆发 是多么困难 前面要走的路都仍然漫长 但是起码 我们已经成功走出第一步了 接着一段时间 大家要密切留意 那个事态的发展 在面对任何消息的时候 都要用冷静理性的态度去面对分析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要继续看着我这个频道的影片 我会继续用理性客观科学的态度 和大家跟进疫苗的发展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